提到的是跪移跟路径常 好 那为什么我们叫跪移跟路径常 原因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们之后会学到两个东西 一个叫做速度 另外一个叫做速率 好 那在小学的时候 我跟你讲 小学的时候你学这两个东西 其实是一种一件事情 速度是距离数据时间 速率也是距离数据时间 对不对 可是在我们仪画里面不是这样子的 好 我们的速度是什么 在我们仪画里面 速度是什么东西 指的是位移 可以把它写上去 处理时间 那速率的话呢 指的是路径常 去处理时间 OK 好 你把它写上去 我们是为了下一个单位 要介绍这两个东西 所以在第二几年的时候 去介绍位移跟路径常 OK 好 那介绍之前的话呢 我们先去做一个位置的描述 因为我们这样子才能够知道说 我们怎么去解释位移跟路径常 好 第一个呢 我们讲一下 我们怎么去描述一个位置 比如说 相当第一个呢 他说李老师住在台南 是建兴国中旁边 好 这句话里面的主角是谁 主角 他讲说建兴国中的旁边 也就是说我一定是以建兴国中为主体 对不对 然后他家在旁边 所以他的参考目标是谁 就是建兴国中 就像说 比如说我跟同学约说 哎呀我们去看电影 我们怎么约 我们约说 我们在星光三月的大门口前面的 那个7月等等 好 当我这样讲的时候 我说 那个星光三月大门前面的7月等等 请问你谁是参考的 就是星光三月大门 对不对 然后前面的7月就是我的副架的部分 这样你听懂好 可以了好 好 那这边也讲到了 比如说有补习班 在冯冯国中的旁边 所以他的参考目标 就是冯冯国中 所以所谓的参考目标是说 我以谁为主去考 不要到时候人家问你 如果说 哎 请问你那个 什么 问说信息代什么 你记得往前走啊 直直走啊 不要向右走 是向左走的高 你这样讲人家别耳听得懂 你懂吗 你要有个很清楚的目标 对不对 或是说 你有一个什么参考的东西 比如说你往前走走走走 然后呢 跳山下 为什么跳山下 我也不知道 然后呢 还滚两圈 进一大门 这也是个选择 他只是说 为什么要跳山下 为什么要滚两圈 可能有个原因嘛 你说 固定那边一定有三国大面 所以两下三下 踩过主要大面 那为什么滚两圈呢 因为滚不过 所以呢 你会踩到大面 那时候人家滚两次 才能把它踩干净 看好笑 就大概像这样子的意思 好 再来呢 例如你要过的东西是这个距离 好 那距离只能是 物体跟参考点之间的长度 就称为距离 你把它写上去 好 那方向的话呢 就是物体在参考点的那个相对的位置 相对的方向 所以所有东西都是以参考点为标准的哦 所以你把它写上去 OK 好 那么再来我们看啊 接下来看一下这个位置的表示方法 好 比如说我们说A点 A点是在这个 原点的右边 所以呢 我们把它定义它的座标是什么 就是这个 对不对 好 那另外一个呢 B点 B点的话是在 这边 你看哦 B点的话是在原点的右边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写成正 OK 那C的话是在原点的左边 所以积为负式 所以 换句话说 这个座标啊 是不是有可能有正右负 对不对 那他讲的是什么东西呢 以这个题目来说的话 指的就是什么 指的就是 我跟我要参考点之间的距离 还有外加什么 方向 也就是说 这个题目就 导致了我们去介绍 什么叫位置 什么叫位置 也就是说位置 代表的是什么东西 我跟参考点之间的什么 距离跟方向 好 所以呢 我们看下一个地方 呃 看在这里没关系到 好 有 这边是位置 这边位置 好 你可以把它写下去哦 位置的是 五千五张好不好 位置的是 物体 跟参考点的距离 和参考点的距离以及方向 好 所以它代表了两个东西 一个是距离 一个是方向 好 这讲一遍哦 物体跟参考点之间的距离 以及方向 参考点的距离 那上面这个图 一定有一次这件事情 上面这个图 我们在这边 以东方回征 西方回復 那西方20公里 就是出20公里 东方的话就是出20公里 OK 这样可以吗 好 那这边有些都像相对位置 相对位置 相对位置大概是跟谁有关 但是跟参考目标有关 对不对 你可以讲说 刚才我讲的那个例子啊 星光三月前面 你也可以讲说 什么 台湾大道的什么 山段的 某几公尺地方的一个 相对位置也可以 那 因为你的参考目标不一样 所以你的相对位置的解释 就可能会不同 这样OK吗 可以了 好 那这边有些到位置 地点在位置 位置指的是 终点 除了一个例外 再把它打形 指的是 起点跟终点之间的直线距离 然后呢 还有 方向 那方向指的是 起点跟终点的方向 起点到终点的方向 就是我们讲位置的方向 我讲一遍 什么是位置 起点到终点的直线长度 注意我们要直线长度 那方向指的是起点到终点的方向 就是我们位移的方向 可以了 好 接下来第二种介绍是路径长 那路径长又可以 讲什么东西 这就是距离 距离 那路径长指的是物体所运动经过的路线 路线就称为路径长 那这个介绍哦 路径长 路程就是路径长 跟位移 不一定会一样 不一定会一样 为什么呢 比如说 他们看这个例子 比如说 这个是你家 A点是你家 B点呢 是学校 这个是家里面 这个是学校 好 好 那因为很中间有些路线啊 人家弯来弯去 弯来弯去 好 请问你这种曲线称为什么 路径长 OK 那如果是A到B的直线距离 也叫什么东西 我们称为位 所以蓝色的部分呢 是位 蓝色的部分是位 红色的部分呢 就是所谓的路径长 所以这个地方不见得会一样 那当然有可能一样 有啊 有可能 只是我手就是直线 有可能会一样 OK 好 那接下来 路径长是没有方向性 位移的有方向性 所以位移有正部 位移有正部 注意 有正部 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件事情 原因是因为等一下我来讲速度的时候 你会跟他有关 你会跟他有关 好 然后下面第二个呢 你把大五颗星 就是 物体连则一直线 如果运动没有产生折法 或者是有曲线的话呢 那么位移跟路径长的大小是一样 是相反的 所以你把他上去 好 所以我讲的是距离 但是距离比较是两个之间的长度 所以只有大档没有方向 那基本上 我讲的是长度 所以基本上距离跟路径长是 X是同一件事情 是同一件事情 OK 好 那比如说我们把我们取的例子 取的例子 比如说 我们开车 连着一直线到一直线 把圈进来 然后呢 去来回这个 公里的车站再回来 请问你位移是多少 位移是你多少 我们看车边 比如说你站在这里 车站在这里 好 这个距离呢 是一公里 你去 又回来 请问你 7点 7点 你加 中间 再次加 所以请问你 7点钟前段报 0嘛 所以应该是你 OK 好 然后所以 但是经过路程的去外公里 就是去一公里 回来一次一公里 所以 从这个题目中 我们来的结论 什么结论呢 过于私底 代表他们在到 如果过于私底的话 我们在到 有可能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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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 是过于私底 所以说 我搞没有 所以搞一个 一个合法的历史 我都过于私底 但是去远到 原因是 因为我们期间更重点 在哪个地方 加上 回来 OK 好 那最后这个地方 我们想说 不够一五公分 这五公分代表 南方五公里 他去代表 南方是这 五公分代表 一公分就是一公里 所以 北方五公里 我写北方五公里 是负 负 然后 CM 另外再显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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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